一般我們在禮國問訓的時候 我們就是站著這個姿勢 稍微微微的外發的姿勢 這樣子比較站久了 就比較不會練 而且心情上面的那個氣能斷 心平氣 但我們做功法的時候 主張是平平 兩腳一肩膀環的現象 在我們在做的時候 我們整個功法是從無極開始動 到太極 兩次這樣八卦 這樣一路衍生開來 那我們做到完的時候 我們接著呢 也是由整個功法的結束 然後呢 再回歸到太極 再回歸到無極這個現象 那我們在無極的部分 我們借助於這個佛菩薩的聖後 誰是一陣的 領個合掌 從手提上來到我們煙火的地方 往下降 降到我們的心輪 最主要呢 就是我們這個動作 可以讓這個心情整個心平氣和 讓我們整個心平氣和 同時呢 在這個動作的當下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一個心性 先內照 反觀內照自己的一個心性 情況是怎麼樣 做三到五個呼吸 如果三到五個呼吸 不能讓自己那個呼吸平溫下來的時候 可以再加長 一般大概在三到五個呼吸都可以 好 那我們這個合掌動作 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接著 那麼 本師 釋迦摩尼佛 當下可以靜靜地體會 這個感受到 打開自己的一個點門 致敬其一之後 然後請佛加持 跟請佛來實現這個現象的時候 是怎麼樣的一個感受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在佛事裡面 身為佛弟子 多的這個動作是完整的 這個動作呢 如果做到真正能夠 能夠吸入那個現象的時候 在我們身體會產生 一個具體的現象 就是身體的脈輪 會產生連線 出現那個金剛柱的現象 在身體裡面 產生那個隱眉心輪 心輪的地方 跟那個騎輪的地方 產生一個連線 這是屬於道的三材 屬於上、中、下、丹 這個地方 呈現一個金剛柱的現象 接著呢 我們在那個 頂輪、心輪、海底輪 跟我們那個 金剛第一輪這個地方 產生的第三根金剛柱 會有三根金剛柱出現 如果各位在做的時候 能夠吸入這個金剛柱 一站站到天亮也可以 那沒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五級師 吼 一站站到天亮也可以 再一個 再一個 谢谢大家